前南台積電美國亞利桑那廠 近期傳出市場良率捷報 到上個月底已經達到7成 預計明年上半年進行4奈米製程量產 到時候將會是全美最先進技術的晶圓廠 據說供應鏈也傳出亞利桑那廠 今年底將調整高層人士 總經理哈里森預計退休 渴望有執行副總經理Ross接任 如果傳言樹直 他將是台積電全球佈局以來首位女性總經理 根據瞭解Ross任職台積電 將近27年 長年在北美負責客戶相關業務 今年7月才從北美部商業管理資深副總一職 調派到亞利桑那廠接掌執行副總 內部私下逆稱他為玫瑰 也被形容是沙漠廠開出的一朵玫瑰 至於說執行長王英朗 是否繼續坐鎮緊盯量產 也是業界關注的焦點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